你好,财经揭露,喂,大家好 这个是第二节,应该讲美股 但是美股比较平静一点就会和港股一起讲的 港星一的港股开始 是,没错,喂,今天其实港股又给大家一些惊喜 升了点,但后来回回去 好像穿过万八,是吧? 是,升穿过万八 但后来都回了不少 穿过万八之后 我们上一节讲港股的时候已经讲了 18,300那些位置,说真的 你是淡油的,都要走出来 特别是大户,要阻止市 如果这样搞,那些淡油没有淡好吃的 这些位置,一般有经验的炒家有些位置 他们是指定的,未上到去就已经 有时候放了一些沽盘在那里了 所以今天一碰那些位置下来就很正常了 那有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好消息呢?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何志刚 关于地产的,央行,够地产16条 资门房企发债,鼓励银行与个人协商,延还房贷 这几句是很outline的 其实呢,我看其他的有质素的KOL解释 正面这个就讲到是,例如个人协商可以延还房债 因为防疫啊,因为没东西做啊,之如此类 银行可能有办法谈 当然啦,就是不会个个都有办法谈啦 你是老懒来的,那当然没得谈啦 那这个是,有些人 就是按,就是中央是鼓励银行和那些人谈啦 我想是这样的意思啦 银行很多时候都国企那几间 现在就说去保护一些散户啦 是啊 你散户现在因为疫情没公开 那他就可以迟些公楼这样,哇,这么好啊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如果你的房企或者是那些国企 那根据我自己看其他KOL有质素的说 那就是,中央是鼓励银行 啊,就在借贷方面去支援那些烂尾楼 那些的国企或者是央企 可以啊,黄智光 那就是全力支持 就是,就是类似这样啦 那当然啦 你这些钱都要护到这个盘 交到楼为止啦 我想这个意思是 那会不会对很多,就是国内 有房地产的香港人 特别是近期买了新楼的那些 就是多了些希望啊 不用怕 新楼始终都,有得收的 有得收的 有得住的,有得收的 最多拖多你一年半载 慢点啦 给完先,但都始终有 是啊 那我们看看今年的 其实90年代我家里也试过 93年有事 拖几年都始终给你一层楼 是啊 是啊 我妈当时买广州的 拖了几年,但最后都有 是啊 那我们看看这个港股啦 那一万七千六百点啊 就是最后一周啊 那成交是大的 那因为有这些消息 所以变成了呢 你看看第五大成交碧桂圆 一日升45% 嘩,这么多啊 是啊 碧桂圆服务26% 平保,那这些多房地产债的 这些6%升了 对平保来说多而已 30元起步了 那招商 就是7.5%的 OK 那我们看看碧桂圆那幅图 就是感受一下 四十多%,真是很壮观啊 很壮观 嗯,三年价,三年前开始下跌了 那只股票下跌了三年啊 那人生有多少个三年呢 是吧? 十二元扔到来,不知道多少元啊 真的啊 今天 升四十多% 但是sorry啊 你今年买的其实都未必 未必 即是有好处啊 这三几个月买的东西 你会有钱购 OK 之前那些三年那些就没有啊 还差很远啊 那你见到成交很大啊 那 从三月那个低位呢 那只股票呢 你见到雷公呢 在右手边 左手边那个 啊 那个底呢 其实他就拆穿了 啊 下到这里 然后就升 那 那都是那样的 你看就开心而已 你看见成交 升四十几% 你当然开心啦 那但是三年里面 就只有这几个月买 才有钱赚啊 严格严话 啊 那所以是一个很惨烈的市场 那 当然啦 我自己个人呢 就 嗯 不喜欢这么高风险的东西啊 是啊 就是 不是不参与啊 这些基本上啊 啊 因为正式的看就好吃的 真的 你要捱多久啊 背后 嗯 背后 究竟要等多久啊 才能够 赚到钱啊 这些这些 这些类型的case呢 是相当困难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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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房地产的股票 现在 国内的股票 是可以有得考虑呢 嘩 不懂啊 不懂答你啊 哇 你真聰明啊 因为 我们不懂内内的政治的嘛 是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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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事实 你看到这些图都知道 其实 以人家开车开了 今天不是第一天开车的了 已经 啊 这个是周线图 就是上个星期已经开了 那 变了其实 短线来说 会不会因为这个好消息而套一套你呢 那 又不知道啦 那 还有 始终 现在 中央本身 就是希望协助那些的国企啊 或者是房企啊 去完成南美楼的任务啊 不是 不是 養肥你的啊 其实啊 啊 那往后 例如他还不到钱的那些债 又怎么样啊 那很多这些东西 就要处理都还是 未知之数来的 其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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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围其实都挺好的,亚洲股市 其实问题就是不单止是港股好 港股有房地产的好消息 但是在亚洲其实都OK的,你看看 日本1.8%,韩国3% 台湾就是5% 也挺好的,5%是那么多 台积电,那些 澳洲2.8% 其实普遍来说是很升幅的 看看人民币,人民币也很坚韧 是的 这个月线图,这个月其实人民币是见顶反弹的 看回这支阴烛代表美元跌人民币升 其实这八年图里面就不是很多支阴烛的 是很厉害的,7.2%多 爬一声就变成7.0%多 是啊 真的挺多的 三四个百分之一 所以美元的弱势呢,那个效果呢 其实是挺有力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港股那幅六个月的图 你看到,下来其实下来很痛苦 但是这次上去其实也很急的 很快就去到我们说的目标 一万八千三户 你会看到就是 那今天所以碰碰上面那条橙色线呢 就有一支阴烛落就很合理的 OK 很合理的 那看完下面的成交呢 都大 成交多 嗯 成交多 那成交多呢 未必表示它立刻会升 打完底之后 像样再升的时候呢 就真的挺坚的 其实如果这样就 因为它是不断加的 是啊 那我们再看一件牛熊镇吧 有没有牛熊镇那张图吗 在这里 在这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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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熊镇看到呢 就是那些熊仔都多 其实 那 那 那就是外面的人 其实就觉得 市本身 信不过 那些人觉得信不过 那就是换句话来说 那 就 又多个力量 不是那么容易跌下去 哈哈 都挺 挺遥远的哦 他那些 看淡的那些 摆得很远哦 一万六千五真的挺远的 是的 摆得很远 摆得很远 不要紧 摆得很远 上面那些位置 的确是有阻力的 是重要的 嗯 那 就算别人不照理也好 也都未必被你 就是 其实不是牛熊镇本身的效果 而是象征 牛熊镇那些散户 是不是 可不可以代表 其他街外面的散户呢 是不是呢 那就是换句话来说 就是当你一蛋糕有沽货 一蛋糕有沽货 一蛋糕有沽货 那大户通常呢 就 就不是那么容易跌的 市 如果是这样 那图形来说呢 其实 升得急呢 调整是很合理的 那我也是 我自己心目中也想了 这个事本身是一个大波幅的事 那升又快 下又快 但是如果太多人看淡呢 那下的机会率呢 又低了 虽然升得那么急 OK 那 那 喂 我们报一报美股啊 好吗 是啊 虽然很静局美股 真的动动很少的 美股 是 我们虽然这一节应该要说美股 但是美股动动很少 呃 呃 这个Dow Jones 我们做节目这一刻呢 就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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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来跳去啊 那 那 我的幅度上升了53.5 真的不多 那 那 接着呢 NASDAQ那边跌了109点 就是 11,213 那 S&P呢 就是 跌4千 楼下 3千 988 就是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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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那 那 美元指数那些什么环境呢 美元指数呢 就跟我们之前 就是 A可哲说 106点多呢 继续是那样的 106.7 啊 那 昨天好像说106 不知道点多啦 点4 点多 对 对 现在上回一点点 那样 Yen呢 138 上到140 那样 呃 少少 美元有少少 少少反弹 但是那个反弹是很少的 是 没错 那跟欧元那些继续是103 啊 没什么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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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 我们笑一下拜登政府啦 大佬 那样的 那样的 真是 哎 真是 是瞎的 现在是奔奔姐姐 看了美元图都知道 糟糕的 真是 他都不出来 就是 是不是 打算不要美元啊 他去准备啊 嗯 不理解这些 哎 真是不理解 不理解啊 这个真是不理解 我们昨天说 哎 港股头上两把刀 我说美元 会不会有反弹呢 就是没有 所以港股继续升 哈哈哈 那把刀 暂时不出来啊 美元不必反弹转强 但是 但是 那个图形来说 这个升得急 和上面很多 重要的位置呢 其实真是不容易的 接下来不容易的 即是如果 你说一冲 就冲穿了 二万 我真是非常之惊奇啊 这件事 不过无论如何 我都是不会做出一些 short 港股的东西了 即我本身有些 港股是长渣的 那就是这样的 即是不会贪得意 short一下他 那就不会了 大佬 那为了低位 他给个低位 我又买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咯 那没有投资意见 纯粹吹水在这里 好 就这样先 好 拜拜